孔德浩那乳臭胃肝的小子 才刚从私讯处出来 就敢办我的案子 你帮我把他给解决了吧 是 哦对了 还有那两个该死的献民 和那群没大没小的高中生 你也一并处理掉吧 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中央晚间新闻 我是主播廖子涵 首先为你带来今天最新消息 明光集团被爆出贿赂营建署官员 台北地检署跟连政署 日前侦办木榨指南合一住宅招标案 查出营建署官员涉嫌收受 明光集团汇款1800万元 昨晚警方突袭搜索明光集团 复训后深压明光集团董事长潘思伟 今天上午法官裁定潘思伟 以五百万元交报 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潘思伟否认涉案 让我们来看看稍早的新闻画面 潘思伟 这里都不会交叉 你要不要看吧 我们公司是良心事业哦 谢大家 那你五票一直有结婷 要怎么到手中交代 我相信司法会换我们一个清白的 潘思伟 潘思伟 听说检放一早 我对你不利的消息 你人不信心事与习惯 让我被下来 诶 德浩 最近看你很忙吧 明光的案子那么大 那么多人在关注 压力一定很大哦 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 以前读书的时候压力比较大啦 我知道 留红恩嘛 好 不要再急了 太可怕了 好好好 那说到明光的案子 那个你证务办得怎样啊 证务的话 其实收集起来还蛮顺利的啊 因为我有一个很可靠的证人 就是一直给我一些牛肉资料 不过 我有点很怀疑 怎么了 就是 诶 boss 要不一起吃饭啊 吃肉糊啊 诶 学长 诶 就是你就是你啊 你有名的孔检察官 明光是大案子 第一次就要给你中人身上 不敢不敢 一定的给办得很好啊 你要红 你要红 你不要开玩笑了 先生 诶 博士 我坐下你吃饭吗 哦 呃 我待会还有事情啊 那不然 我改更新闻吃饭好不好 算我补偷了你们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慢走 加入 进进 你 檢察官 明光的那個憲民 被殺了 怎麼會 在哪裡 昨天下午 他被發現城市在噴水池裡面 可惡的潘老賊 這下案子要怎麼辦 好吧你先走吧 是 好 穿著 穿著 那麼 屍跟著 噴水 濕 又是 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堂堂一个检察官 竟然在回家路上被人家暗杀 未免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了吧 原来我们这个政府都不把法律当一回事 你怎么能叫这些家伙守法呢 算了吧 至少这次是正在做我们刑警该做的事情 两张请几次 不是在局五星琴拿两千块钱 不然就是在做Runcermis 干 好啦好啦 我们还是赶快收集证据啦 不然等一下回去又要被那尖下巴骂了 孔检察官和他市民的命案调查了怎么样 报告组长 现场采集不到任何有关凶手的指纹 且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弹壳经弹道分析比对后 发现凶手应该是拿AK-47直接射杀死者 而且两名死者的弹孔都集中在头部 凶手能够在这么远的距离还能够如此精准的射中目标 别说捧糊了 全台湾可能都找不到几个人 孔检为了这次民官的案子布局已久 安插不少宪明 恐怕还会继续有牺牲者出现 凶手竟然如此嚣张 连带把国家文部正义的检察官都敢动手 杀了两个人不够了 现在竟然还要杀第三个人 当我们刑警 都辞宿了 组长 请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 我绝对不会再让那个凶手再度得逞 继续交由法外的 好 那这个案子就先交给你去办了 相信你的能力和经验 这凶手再不久就会给我们审治以法 谢谢组长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吧 大家各自行动吧 等一下把那个资料换我做法了 对了 今天组长有跟我说 上次明光案开庭 在法院外闹场的一些高中生 都是违法路过 你却把他们抓起来 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 组长 这没道理啊 你也知道 上面交代下来的事情 只有做跟不做 没有对错 你就照做吧 是 好 行动吧 好 行动吧 好 行动吧 组长 真的都要把他们抓起来吗 他们都是无辜的啊 好 行动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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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有检察官的案发现场 为了早日厘清真相 请你们跟我们回居里协助调查 带走 好 行动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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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确认把你跟着 空警察官官员是不是在盘思维派演杀跳的 现在在这边抓到这些无辜的人 快上空姐 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你懂什么叫无法无天 控制法律的人 控制天下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 无法无天 无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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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ling 中文字幕——YK